严老师 我想先从婚姻观谈起啊 女生 就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你想过吗 在你刚才所有描述的逻辑当中 你之所以结婚 是因为需要一个男人对我好 对我的家好 对我的弟弟好 听我的话 而我们都知道婚姻是要成家 成什么家呢 成立一个小家庭 你们两个人的家 所以婚姻中这个关系就出现了排序的问题 第一位是我们的小家庭 第二位才是我们的小家庭稳定 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去照顾我的大家庭 而在女生的婚姻观里是乱的 你把你的大家庭放在了第一位 小家庭 我估计连第二位都不到 就是我大家庭你照顾不好 咱小家庭也不能要 所以在这个观念上 你本身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所以不是遇到了他 你遇到谁 你现在都找不到一个好的方式 和对方去结合 所以你要想成家 先把自己的婚姻观 排列顺序捋清楚 否则没有人敢娶你 万事都是把弟弟放在前头 你的丈夫放在后头 你的丈夫的家庭 放在更厚厚厚的厚的看不见的后头 没人敢娶你 第二个谈谈什么是爱 且不说你对他的爱了 我也没听到啊 我就全听到了你对你弟的爱 但有时候爱错了 是毒药哦 你弟弟那么大了 二十多岁 为什么会在单位跟人吵架 被人开掉 这难道不是一个信号吗 难道没有给你提醒吗 你这个弟弟也出了问题啊 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在搬家的时候 肩不能扛 手不能拎 得靠什么未来的姐夫 为什么 因为你们给他爱的方式 让他认为他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谁都应该关注我 应该照顾我的情绪 照顾我的身体 我不应该付出 你们都应该对我好 爱错的结果 也是会让你爱的那个人 最后受伤害 第三个 我们在情感和关系中 是有界限的 是有底线的 这个我就要说男生了 你的底线 找不到 没有 去买五千多的鞋 给他弟弟 你在纵容他 你爱他的时候 你考虑过自己 有没有能力吗 在你这儿是一本糊涂账啊 你无条件地听穷 他所有的要求 雷就在后头啊 总有一天会报 女生的更别说了 你这个爱的界限 完全没边了 只想从这个男生身上索取 最后只能是把他 越炸越干 最后 他就走了 所以当我们把三种状态 都捋清楚的时候 你们自然就知道 对方适不适合自己 所以男生 我觉得 你也别这么强努着了啊 放松吧 能干啥咱干啥 不能干的 咱就歇歇 希望你们都能轻松 谢谢 谢谢严老师 严大老师 我对女生 对男生的感情态度 我觉得就六个字 欺负人 不尊重 你说你爸去试探他们家 都已经到了双方父母 见面这一步了 还需要去试探吗 你难道不知道 他的家庭条件 是什么样的吗 你们两个人 谈恋爱的两年里 你不知道他们家 到底能不能拿得出来 这二十万吗 你没有私下跟你爸 聊过他的家庭情况吗 你不会觉得这样 对他和他的妈妈来说 是会难堪的吗 这叫试探吗 这就是诚心脚黄啊 所以我不知道 你爸妈是真实的心态 是什么样 到底是希望你嫁 还是不嫁 反正在我看来 这不是一个嫁的态度 第二点 你肯定觉得 爱屋即屋是对的 而且一定要要求你的丈夫 对你爱屋即屋 对吧 可是凭什么 爱屋即屋是什么 我爱你 爱你的家人 但是我爱你的家人的前提 是你对我怎么样 如果你都不爱我 不尊重我 看不起我 瞧不起我的话 我凭什么要对你的家人好 所以我觉得你欺负人 你说 弟弟是你们家的掌上明珠 你从小罩着他 全家人都宠着他 所以 未来的姐夫也一定要这样 可是你姐都不爱我 对我不好 我凭什么罩着你家的掌上明珠啊 我凭什么用我两个月的生活费 给他买一双鞋呀 你想过他这两个月吃什么 喝什么吗 所以他在你心里 在你眼里 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我不懂 最后 我讲一个小故事 讲给你听的 一个挺无聊的故事 但是我觉得这话 说给你挺有用的 就说一个男生和女生吵架了 这个女朋友是一个特别作的一个人 这男生吵完架之后 怎么哄他都哄不好了 就要分手 然后这女生就说 好 未来一百天 你每天都来到我家楼下 站一个小时 坚持一百天我就跟你和好 这男生说好 我同意 他一直坚持了九十九天 最后第一百天他没来 你知道这男生是怎么说的吗 他说九十九天 我每天都来 代表我对你曾经的爱 和我的诚意 但最后第一百天 我不能再来 因为那是我的尊严 我觉得你应该向这个故事里的男生学习 谢谢 谢谢莎达老师